以离冲突持续 黎巴南真主党4号凌晨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十枚火箭弹 作为对以色列席机离南部地区的报复 此前野军3号对离南部五个地点发动六轮空袭 杀死了一名真主党南方阵线核心成员 但由以离爆发全面战争 多国都呼吁在当地的居民立即撤离 真主党4日凌晨向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区 发射了数十枚喀丘沙火箭弹 而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就对火箭弹进行了拦截 真主党指这是对以色列3日袭击黎巴南南部地区的回应 此前乙军战机和无人机3日下午 对离南部五个城镇和村庄发动六轮空袭 黎巴南真主党南方阵线成员阿卜杜勒阿里在袭击中身亡 以色列国防军称阿里是真主党南方阵线核心成员 参与策划和实施了多起袭击事件 称他的死亡将是对南方阵线和这一地区真主党运作的重大打击 忧虑以色列和黎巴南真主党爆发全面战争 美国驻黎巴南大使馆3日呼吁在当地的美国公民 尽快取得机票并离境 瑞典外交部3日宣布暂时关闭驻黎巴南首都大使馆 并撤出外交人员 这一临时决定将先实施一个月 后续是黎巴南安全局势可能延长 约旦外交与侨务部同日发布公告 呼吁约旦公民暂时不要前往黎巴南 并要求身处黎巴南的约旦公民尽快离开 英国政府也建议其国民立即离开黎巴南 加拿大警告公民避免前往以色列 称地区武装冲突可能危及安全 自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黎巴南真主党不时向以色列北部 及以色列控制的格兰高地发动袭击 以军则空袭和炮击离南部目标进行报复 双方边境冲突持续至今 离南部和以北部边境地区的大量居民都已撤离 凤凰卫视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